卖掉了国内精装修的房子 然后还倒贴了6万块钱 所有的首付款 首付全部亏光 这么几年的月供的利息啊 全部亏光 然后把房子建价低价卖掉之后 还倒贴了6万多块钱 想想现在这个房子有多么的恐怖啊 我一个朋友啊 也是认识很多年的 在广东啊 广东某城市啊 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 精装修的 然后也没有入入 因为他自己又没在那个城市上班 但是呢 当初买的时候吧 就想着投资的 就想着让他大涨的 当时买的时候花了1万多一瓶 现在终于终于啊 降价降价再降价 终于把这个房子卖掉了 卖了多少 卖了48万块钱 48万成交了 终于卖出去了 然后这几年 他买的时候当时啊 是1万多一瓶的 1万多一瓶 把首付亏光 30%的首付 大概是40万左右啊 然后还有各种税钱 各种税钱可能加起来2万多 税钱也亏没了 然后呢还有什么 每个月的利息 利息大概有两三千 每个月 一年的话 一年的话 一年的话大概有 一年的话大概有三万块钱人民币左右的利息 最低啊 三万块钱的利息 因为他是先还利息再还 税金的 还这个亏亏这么多 大概四年的左右 还了四年左右的利息 这就有十几万 这加起来就是50万了 接近 然后还完银行的贷款 银行贷款那里还欠的 还欠的50多万 还有50多万的贷款 但是呢 但是呢 但是还差银行的钱 差了50多万 结果房子只卖了48万 现在还要贴钱 自己还要去掏药包 去赔这个钱 去赔这个钱 然后还要给人家那个中介 还要给几千块钱的中介费 中介给你忙前忙后 给你跑来跑去的 但是我这个朋友 他也是大车大步了 他也是看透了 说现在这个行情呢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因为你每个月还房贷 你不卖掉 每个月的房贷也是亏 每个月的亏利息 每个月都相当于 把这个钱摆给银行 每个月都把钱摆给银行 这个是无底洞 无底洞一样 而且房子呢 它还会越来越老 越来越旧 谁也不知道它以后 能不能生日 这是一个难解的未知数 因为现在钱越来越赚了 大家的收入都不提高 钱越来越难赚 所以他就一咬牙一狠心 直接就是说 亏钱 贴钱 他也要把这个房子给处理 为什么 他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把这个房子卖掉了 因为我自己也不住嘛 也就卖掉了 卖掉之后呢 他就不用去想这些事情了 每个月到了月底 又要还房贷 又要通贫西走 自己要辛辛苦苦打工赚了几个钱 有一半都还给这个银行呢 还给这个房贷公司 所以他也是 想要彻底的结束这种还房贷的日子吧 我个人觉得的话 他的话 他的这个想法 他的这个行为的话 肯定是 也是为了让自己解脱吧 让自己解脱 因为他能够把这个事情 彻底的断掉 能够把这个事情彻底断掉 说明他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了 他自己跟我说了 这几年啊 他基本上都是每个月啊 不说每天 每个月都是以内洗面 特别的悲愤 特别的不开心 因为当初不听家人的劝 就想着买房投资 买房来升值来赚钱 结果一下子搭进去了这么多 他也很年轻啊 才三十出头 才三十出头 但是他这些年的奋斗 这些年的积蓄 全部都没有了 全部都没有了 都化成了零了 化成了泡椅 就是这么的现实啊 现在的现实 因为你现在房子要出手 走太难了 你找不到接盘的人 找不到人来接盘 房子太多了 到处都是房子 而且很多是毛皮房 很多都在出售 大量的大批的房子都在出售 而真正有能力 有经济能力 能够拿出几十万 在三四线城市买房子的 那真的是 一个是少 第二个是 一定是想从小地方搬进城里面住的人 才会想着要买到城里面来 而且买了这个毛皮房之后 他还要花钱去装修啊 装修又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所以很多人都是想办法尽量的省钱 所以买房子的时候也是 比完这家比那家 比完那家又比这家 到处比来比去 到处看来看去呢 不会轻易的去下手 去买一套房子 所以啊 很难 所以我律师的这个朋友啊 他也是 怎么说吧 他也是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吧 就是把这个事情 给彻底的结束了 也是在他这么年轻的时候 给他深深的上了一趟教育课 因为这个陷阱 这个银行和房地产开发商 设计的这个陷阱这个套路 实在是太深太大了 太多的人都套进去了 很多人现在都是负债累累 很多人负债累累 很多人卖完房子 一分钱进不了自己的账 自己的账户里面进不了一分钱 甚至于像我这个朋友一样 把这个房子卖掉处理完之后 反而还要还要自掏腰包 来还银行的这个贷 还银行的这个款 这真的是 完全就是曾经的日本的经济泡沫的时候 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的时候 如出一辙 我们这些八年后九年后 现在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 最悲催的 最容易被割韭菜的这么一个时代 好这个视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支持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